根据目前已有的证据进行初步分析,此次疫情中的绝大部分病例为大连港码头工人因为搬运俄罗斯籍货轮上新冠病毒阳性的散装货品导致感染。 后来经码头工人的活动,在金座桑莎内引发客户和顾客的感染,并经过感染桑户和顾客引发后续的传播,目前83例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已全部明确感染来源。